他妈我就告诉你 就是他想着我 你咋看出来的 哎呀妈呀 啊磨砂就往这一做 我这有着手艺跟人家搭 多舒服啊 多幸福啊 谁给他按摩 这被谁给他按摩 他老伴会按摩不是说 儿女给他按摩 上外头还得花钱 我这远不能像我这手艺这么高潮 大爷大妈来相亲 三下五除二就把大爷成功俘获 陈大爷陶醉温柔相吃剂 大妈提出了一个令人 称我结舌的要求 今天来相亲的史大人 今年六十四岁 退休金每月六千元 有房 三年前 为了能跟定居北京的 儿子离的近点 大爷跟老伴卖掉在长春的房子 欢欢喜喜 跟随儿子去了北京 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奈何天不遂的愿 大爷的老伴生病了 跟北京犯了病 跟北京犯了 晚上后呢 我俩接孩子回来嘛 到小区门口 他说他有点不得劲 说说就不行了 到医院那就啥也不知道了 还是给阳大医院就摘了半休 阳大医院说的不行 你得整院吧 到天才医院 所以你儿子说这得好 我去了也不行 老伴去世后大爷整日郁郁寡欢 为了从伤痛中走出来 大爷也跟着北京老头学会了六鸟 我这个养鸟 鸟都在那边拿不过来 这啥回回来我拿回来的 这是几俩鸟笼子 俩 平时都养啥鸟啊 我这换眉 换眉 这啥时候喜欢养上鸟的呀 我就搬到那时候 这个北京里面有养鸟的 我就跟他们一起玩的 然后天天就滴着个笼子出去溜 对天天早上 虽然大爷把平日里的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 那和白天不懂夜的黑 于是大爷铁树开花 重新为爱启航 要求也不高 你讲话 这生人 十会儿老是挖脚像我似的 没那些说字 像一个说字人 多那约不行 性格就不行 有那些女的特别物质 总结下来 大爷就是想找个踏实实在不物质的另一半 大家记得在这话重点哈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今年61岁 退休金2000元 有房子好大吗 大妈说了 自己强势了大半辈子 这回找个老伴 她要做回小女人 话说这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性格能说变就变吗 当然想变就变 不信你看 大姐 我先好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突然间紧张了 没啥紧张 心 紧张心跳 心跳了 没啥紧张 别看大妈当着老头娇羞柔弱 背地里直接说出了不满 说好的咱要当回小女人 你给找来个矮冬光 我咋靠啊 你个儿正好 我这个儿高个儿苗条的 溜人 这长小的 这正好才互补大几天 有没有演员 我要求不那么高 初次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感觉一般的 但是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余电 毕竟老头的公司糟哦 就算不看人也得看钱啊 一时啊 都在这儿了 一时半吧 挺好 一时一厅 这个卫生间 这个厨房 这厨房 啥都有了 给这个儿当厨房 给这儿当啊 没有厨房啊 哎呀 这屋太小了 行 一个人住 不行 挺好的 来看看卧室 来看卧室吧 嗯 我说不喜欢大吴 还不喜欢大吴呢 大吴 我说能住就行 那还啥的 哈哈哈哈 就我小朋友都住过 别说这个了 哈哈哈哈 转了一圈 大爷对大妈的房子 很是满意 毕竟真要是成了 这里就是未来的哀愁了 随后两人还一起合唱一曲 大妈给大爷又整了段新疆舞 远方的朋友 一路辛苦 请你喝一杯下麻酒 男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男人一定 一套下来 大爷那真是心窝里栽木丹 说不出的欢欢 这不就是我的爱吗 没有对手 没有班 我还愿意健身 你愿意吗 我健身呢 我会 愿太急 你愿意 我还愿意踢腿 我一踢腿 经过了解 两人不仅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 还都喜欢健身 大妈却说 这都不算什么 我才多艺 我还会中医 我还能给他保证健康 跟我的后半生的相复 相不尽的服 对 这还可以 可以 不能太严重 不太严重 但是你这脖子 你得经常活动 这怎么觉得 这是用脑过度 不是 我这个毛病 天性的 这是聪明绝顶 对 聪明绝顶 我也想这个成文 这大姐还上前面看看这个大人 看看相像面 相像面 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哎呀 按着咋样的 跟男人有保健衣还不好 一看大妈就是江湖老手 能把男人的小心思轻松打念 大妈对自己更是相当自信 这老头今天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就是脾气看起来挺好 嗯 他我看 我就告诉你 就是他相当我 你咋看出来的 哎呀妈呀 啊磨砂 就往这一做 我这有着手艺 跟人家搭 多舒服啊 多幸福啊 谁给他按摩 这被谁给他按摩 他老伴会按摩 不是说 儿女给他按摩 上外头还得花钱 我还能不能像我这手艺这么高潮 嗯 你觉得他相忠你 是不是 相忠我 好 那你现在如果100分的话 那给大姐打多少分 90多分 90多分 不知道多多少 哈哈 不知道多多少 留点悬念 大爷都拦住虎口了 还端着呢 眼看见着家境 大妈开始搞事情了 但是我我得当家呀 嗯 我当一辈子家了 想当家 咋个当家放 人家家工程卡放我这儿 你吃啥我给你买做啥 我给你做吃啥 我给你做吃啥我给你买 不放你那不行 不行 必须得工资卡放你 必须 为啥必须得放你 我当家呗 男人当家 男人有钱就学坏了 那就如果这个钱 就放在放一个地方 不行吗 可以得就 放那个好呀 小偷偷去 跟我这儿都 让我不让我当家 就是不和我一起 旁边好像是 那就好比三心二意 跟我俩有关心 那你要是既然你 相忠我了 喜欢我了 你就得对我好 哎妈 老头每月六千元的退休金 你全拿走 真是千层鞋底做腮帮子 好厚的脸皮啊 物价再高 一个月也花不了六千吧 咋的 不愧是把按摩费 也算进去了吧 经济方面呢 现在呢 生活水平提高 物价都涨 是不是说 我公职的 我公职的 今天我有这么个想法哈 你在经济方面呢 你得多帮助我 你这个 你能不能接受得来 我考虑考虑 就以后啊 嗯 以后咋点 生活在一起 那以后有事 就得我负责了 嗯 你负责了 嗯 完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还咋呢 那个就是生活经济方面 你有啥计划 和打算吗 早点在一起过日子 没什么打算 这正常过日子呗 那咋谁当家 谁当家 你要我当家吗 谁当家就行 哦 我当家你干吗 行 我不是事 行行 我当家行 瞧瞧 这才叫高手 手段耍的那真是 大蒜包皮 层层深入啊 让大爷不知不觉 就掉进了爱情的漩涡 要不说爱情 这玩意有毒呢 想到大爷找老伴的要求 红娘猛了 大爷 你还是跟我出来吹吹风吧 你到日后说 谁当家的问题 你咋看呢 那意思是他就当家呗 嗯 大全全烂去 嗯 呵呵 刚才大姐问你说 咱俩以后谁当家 我当家行不行呢 嗯 你当时咋想的 当时我也没想 当时没想 那你回答的可是行啊 是哦 这俩人共同啊呗 本以为大爷终于可以冷静思考 没想到 一心无恶就不是他了 大妈几句话 这老头又掉进去了 你也没房子 咱们呢就是说是 你到我这儿来了 我就是 我也不用你做饭 对我做饭你可以随机要看电视 你吃啥我给你买 你做啥你告诉我 你也拉着菜谱我都会做 煎炒烹炸 我哥想饼了 牛饼了 葱花饼 糖饼 我还会给我烙啥 行行行 我给你做 你吃啥你提前告诉我 我给你做 穿啥我给你买 然后你给这个啊 就是半港湾 是不是啊 在这块吃住啥的 往后我还能伺候你 咱俩是个伴 他挺可爱的 叛呼了挺可爱的 行 最终两人相亲成功后 大爷表示让红娘先走 他就跟大妈再烙两句 希望大爷不会被撸得一干二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明天见